今天的这条视频是想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 来聊一台离停产不远的相机 其实这个疫情对于我们的视频节目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毕竟出门拍摄不是那么的方便了 我呢可能会通过Vlog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 我对一些和摄影相关的事情的一些看法 好,我们就开始吧 前段时间我发了个微博 说我听到了一堆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那么好消息呢,现在还不能说 那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坏消息 我得到的消息呢,是索尼的这台RX1 R2 这台相机大概率没有后续机了 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觉得心口被扎了一刀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因为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这台相机 我也一直在等着它的后续机的更新 没想到听到这样的一个噩耗 那么是什么导致这台相机没有后续机的呢 我得到的情报是这一类大底的固定不可换镜头的 这类便携式的卡片相机 它的市场体量太小了 可能有人会问啊,像莱卡Q不是卖的挺好的吗 富士的X100,李光的Gia这些系列不也都是很多人买吗 怎么就市场体量太小了 我现在没有得到具体的销售数据 但是从我得到的情报上来看呢 这个市场整体的体量加起来 可能对于索尼来说依然是太小了 所以当一个产品系列在它的整个家族阵营里面不赚钱的时候 排名垫底的时候它被放弃掉 是情有可原的 当然这个对于摄影爱好者或者是器材发烧友来说 这个事情很难接受 因为你喜欢那台相机就这么样没有了 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为什么会喜欢这台相机 其实我有很多的相机可以供我去选择 但是呢,这台相机确实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 让我爱不失手的地方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台相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这么小的一个机身里面 它放了一块4200万像素的全画幅CMOS 然后再加上一支蔡司的35mmF2的大光圈定焦镜头 松纳结构 有三片非球面镜 还包括AA超低色散镜片 所以这个用料非常的扎实 手动光圈环 整体的这些机身的设计非常的紧凑小巧 再看,这里有弹出式的 提心镀膜的电子取景器 然后整体的操作和索尼的微单相机一脉相成 如果你是索尼用户的话,非常容易上手 自动对焦性能比上一代产品有非常大的提升 399个相位对焦点 对焦速度飞快 另外成像方面有14比特的无损Law 以及光学可调的低通滤镜 这些高素质的性能和一些黑科技的手段加在一起 造就了一台当年售价2万多块的卡片相机 好,我们把RX1R2和同类的产品来做一个比较 首先是来对比同样是黑卡阵营里面的黑卡漆 也就是RX100M7 好,这台相机是一英寸底的 而这台相机是全画幅的 这个CMOS的大小相差了很多倍 但是机身体积上面 你会发现并没有相差特别的多 非常惊人 这个全画幅的机身做了这么的小巧 黑卡漆都已经到第七代了 而这个第三代都看不到了 里光级2 APS画幅的机身上面的差异 大家感受一下 那么这是莱卡的M240 装了35.4之后的体积 大家也可以去对比一下 依然是非常有优势的一个感觉 而且重量上面的对比是差很多 莱卡这套机器要比索尼这个要重很多 其实索尼自己有一支35mmF1.4的蔡司镜头 对不对,那个是一卡口的 那内置镜头不管是体积还是重量 就单镜头都超过了这一台相机的重量 所以有很多人选择这台相机的时候 也是因为它的小巧轻便 同时具有极高的成像质量和画质 所以这是很吸引人的一点 那我手边没有莱卡Q 莱卡Q的体积其实和M240比较接近 那么也会比这台索尼的相机要更大一些 那其实简单的总结一下呢 就是体积比他小的成像都没有他牛逼 成像可以和他相提并论的 体积一定比他大 当然成像是不是能比得过 这个还两缩 我之前在网络上做过一个调查 大家是愿意选择索尼的RX122 还是选择当时市场上在售的莱卡Q 那我得到的结果是437票 对418票 基本上打个平手 我在微信公众号上做的调查 也是900多票对900多票 也算是一个平手 其实这两台相机对我来说 如果要去选择的话 首先并不是看品牌 而是看焦距 这个视角是不是符合我日常使用的一个要求 然后再看画质是不是OK 操作方便是不是方便 如果你要选择一台相机作为身份的象征 作为首饰挂在身上 那买一台贵的就好了 就不需要去考虑这些其他方面的因素 正因为这台相机的体积特别的小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除了镜头之外 机身两侧留给你的空间已经很小了 这么小的一个手柄 对于我这个手不大的人来说 依然是捏不足 官方原厂提供了一个纸柄 在这边可以安装一个纸柄 给你的大拇指提供一定的支持 但是手掌部分依然是空的 所以我会选择再增加一个手柄 这里突出一截 可以提高我的握持的手感 稳定性比纸柄要来的更好一些 我觉得这可能是过分追求体积小巧 所带来的一个弊端 其实稍微做大一点 我们也完全可以忍受 对焦性能直逼索尼的α7R3 当年我在冰岛用这台相机拍到过在天空当中飞翔的海鸟的屎 然后下一秒我就被一条白色的抛物线击中脸部 我不远万里从上海飞到了雷克亚维克 就是为了迎面撞上一只燕鸥 飙出来的屎 不管怎么说 这台相机的自动对焦性能是蛮强的 我算是领教了 当然它的面部识别和眼部对焦的功能 和现在的α7R4 还是很有差距的 并且它在相机的背面没有对焦的摇杆 导致你要选择对焦点的时候 相对来说会比较的麻烦 所以我用这台相机在拍摄的时候 其实对焦对我来说是有一定的困扰 虽然它快 但是它有的时候没有落在我想要的那个点上面 我的解决方案是两种 一种是单次对焦加上中央单点对焦 也就是说我对上焦之后 8M块门重新构图 用那种最原始的方式来拍摄 另外一种方案是使用广域对焦 加上连续对焦 那么这个方案它的对焦范围会很大 它会自动去识别一些你想要拍摄主体 尤其是找到人物 成功率还算不错 但是当你做复杂构图的时候 你的前景有人脸出现 那么它的焦点有可能会落到前景上面去 可能不是你想要的 这个时候你还是得要切回单点的那种对焦方式 画质方面的话 我自己感觉这个照片出片会比较厚重 它的色彩有一定的油润感 也就是很多人吹捧的得位 那么在后期的时候 我可以基本上不做大的调整 只是简单的调整对比度 它的色彩就能够非常漂亮的去呈现出来 我觉得这个和微单的系列 它的成像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焦外成像也非常的柔和 看起来很舒服 但是从国外的一些媒体反馈的话 它的最大光圈的焦外虚化 还有可提升的余地 我相信如果说有后续机的话 只要加上现在在20GM上用的那种 XA镜片的话 就能够非常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并且对于光圈叶片的结构 稍微做一点点的调整就没有问题了 除了那些硬指标之外 我非常喜欢这台相机的一个原因 是它看起来特别的低调 人畜无害 所以当我们把一些夸张的配件拿掉之后 它就看起来是一台普通的相机 我在人群当中拍摄 不会引起什么特别的关注 这个在街头摄影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通常会用它来拍摄一些人文 还有记录日常的生活 因为它确实很轻很方便 35毫米焦段也是我经常使用的一个焦段 可能有人会问你不也经常用李光的G2吗 那个不是28毫米的吗 没错 当我需要用28毫米的时候我就会用那台G2 当我需要用35毫米的时候我就会用这台X1R2 但是很少会把这两台相机同时带在身上去使用 因为我在拍摄之前我其实已经做了一定的选择 并且这台相机用的是近见快门 所以它的拍摄声音是非常轻的 这个会非常的不引人注目 正因为它使用的是近见快门 所以我们在大太阳底下依然可以使用大光圈和高速快门 同时使用闪光灯去压按周围的环境 这算是一个额外的收获吧 如果这台相机还有下一代的话 那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就假想一下 首先我觉得要改进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电池续航能力 因为这台相机它使用的电池是一块这么小的电池 和黑卡漆用的电池是一样的 这续航能力真的是会比较糟糕 我一般出门要拍一天的话 我会把所有的这个款的电池都带上 大概有五六块 因为这个真的是有续航焦虑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手柄稍微做大一点点 然后在这里塞入一块索尼二代微单相机用的电池 那么很有可能能够让这台相机的续航能力能够大幅度提升 并且手柄变大之后你的握持手感也会变得更好 不需要再使用第三方提供的这些手柄的配件 然后要提升开机速度 目前从开机到可以拍摄的时间稍微有点长 不太符合一个人文抓拍相机的这种定位感觉 然后增加新的对焦点选择方式 比如说像α7R4机背上的那个对焦摇杆 还有呢出屏对焦 这两项功能加上去之后呢 这个相机的整体操作性能会有一个大幅度非常明显的提升 然后把眼部对焦和人脸识别这两个功能要做一定的提升 因为加上XA晶片 如果可能的话 在视频拍摄里面加上PP的这个图片配置文件 这样子能够让它变成我的整个视频拍摄的工作流里面的一环 不过这几个方面的功能一加一改呢 我估计这个价格又得贵上好几千 那要卖得动真的可能就变得更困难了 因为很多事情是我们器材发烧友的一厢情愿 但是真正从厂家的商业角度来考虑很多事情的时候 它最重要的是一个性价比 对于厂家来说的性价比 我还有一个想法 如果是要争夺这种最小的全画幅机身的话 那么试码的FP也是一个方向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台相机 好像差不多大 是不是 那么这是一台可以换镜头的全幅相机 如果说索尼能够出一台这样的相机 那也就是好像6400 6500这样的机身 做成可换镜头的全画幅版本 是不是也会很有吸引力呢 但这个只是猜测啊 是不是真的会做我不知道 另外还有一个关于索尼器材的趋势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前段时间做了这支镜头的测试 20毫米F1.8 包括以前做的24毫米F1.4GM那支镜头 大家能够感觉得到 索尼的大光圈定焦镜头现在越做越小 越做越轻 并且呢 对焦速度飞快画质很高 那么有没有可能性出一支 比如说这么大小的镜头 然后 有一台刚刚我说的 特别小的全画幅的可换镜头的机身 然后它们结合在一起 是不是就可以替代RX1R2这个系列呢 我觉得这也是值得幻想的一件事情 其实索尼的RX1R2这个系列 我自己真的非常的喜欢 我到现在还依然幻想索尼能够 出一台三代机来打我的脸 当然这个幻想只是幻想啊 这个是不是会发生我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会出现我说的 可换镜头的小尺寸的全幅机身 这个我也不知道 但是 梦想总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我是摄影师张千玲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比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